黄州是历史上最幸运的地方 来了一个苏氏 黄州之前苏氏没有叫做东坡 苏氏后来被陷害 我们叫乌台湿域 一百多人放出来 没有死就扁到黄州 所有人都不敢理他 当时有一个朋友帮他的忙 就跟军队讲说 你们东边那一块坡地没有用 是不是就拨给他 让他们夫妻可以种一点吃的东西 养活自己 他从此以后改名叫东坡居士 就是随遇而安 东坡这两个字是死去了一个苏氏 活过来一个东坡 苏东坡后来了不起的作品 虎蒜子 定峰坡 林江仙 韩石铁 赤壁妇 念奴焦 全部在这四年当中写的 后来因为东坡那块地 还跟王润之老婆炒来炒去说 可不可以留一部分种那个树米 就是可以酿酒 因为他很爱喝酒 就是他到最落难的时候 他还是有点顽皮 夜饮东坡醒覆醉 每天晚上就在东坡那块地方喝酒 归来仿佛三斤 回到家大概十二点 三斤半夜了 家童鼻息以雷迷 有一个帮他管门的小孩子 睡着打呼打得很大声 敲门都不应 我敲暗门铃没有人来开门 那也就算了 依仗听江声 我就站在门口 听那个大江流曲的声音 苏东坡完全豁达了 我们人生常常可以转念 这条路走不通 我们转一下去走 当有一天你知道快乐也好 悲哀也好 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会豁达 人生常常都在ese 你也爱哈哈 这条路歧 你是否负责